嗨 各位朋友 那今天我们聊一下那天有个成人 对 成人 他说工作很压力 非常压力 他想学古增 那么难学吗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 中乐就是华乐是易学南京 凡是所有乐器的话 你要学的话都要练习 要练习 不练习的话 多简单都很难 都谈不到歌 所以古增的话 他的生意是很清脆 很清脆 就因为华乐是无音 所以他学起来没有那么压力 因为基本上如果你是成人的话 我们教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成人教的方式 就是给他比较轻松 放松 然后就比较能够放松自己的心情 因为工作已经很压力了 放松的在学练习 不敢 因为你不考试 放松的就慢慢的慢慢的 build up他的兴趣 然后他的弹琴的能力 手指 因为成人一般上手的时候 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你需要一点时间来念 念了之后 手指就会软了 软化 手指就会软化 所以就会弹得比较灵活 所以不一样 那古增呢 它本身就五个音 华乐是五个音 它会 除了清脆之外 它会弹得让你很舒 很舒服 听起来很舒服 所以成人问古增容不容易学 其实说容易不是很容易 算难也不是很难 比如说我自己上回 我们老师说 我就问老师 容不容易 他马上就跟我讲 来我马上一分钟教会你一首歌 还真的 就一分钟就教会你一首歌 就很简单的几个音 马上就弹上 弹上来 所以它的不一样就在这里 所以真的想要学情的话 成人要学情的话 也可以考虑从古增开始 古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OK